学员们轮流上场将创作理念与来宾们分享 让参访的民众能够直接与创作者互动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希望培育下一代的工艺人才 特别开设围起一个月的培育营 让对工艺创作有兴趣的大专青年报名参加 这面一面是采用香化干雕刻 去把它采用一个客家山化的造型 然后其他部分都是采用笋结去把它组合起来 像这也是笋结 它是采用指甲然后三面笋结这样钉进去砍的 新的世代我们希望能够用新的思维 让他们对工艺有一个新的想象 所以我们今年的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的这些 四十几位的四个我们实验室的这些学员们 我们今天的成果的部分展现了我们的气工艺 我们的木工艺 我们的金属工艺 还有就是我们的陶工艺 学员来自各大专院校 更有艺术设计相关科系的学生前来参加 希望透过工艺中心专业工艺师的教导 补足自身实作较缺乏的面向 同时了解各种媒材的特性以及运用方式 我本身学的那些媒材就跟工艺中心的所学比较相关 然后因为学校是没有陶瓷的3D列印机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酷 可以让我体验到不同的机器 然后下去操作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因为我的家乡在南投 所以我觉得来工艺中心参加这个活动对来说是比较方便 而且我也就是我的作品 我是比较想要把我在南投所生活的环境融入进去 那我们学校里面都会有工坊 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些 然后漆的话我们学校就没有工坊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媒材 而且漆它其实可以运用在石器上面 就是可以把一般的胚体涂装之后 就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物品 然后它可以经过长久的耐腐蚀 然后也可以盛放高温的一些汤品 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我可以去学一下 学一下之后怎么应用在我的作品 工艺中心希望透过与年轻一代的交流 藉由传统与AI科技的结合 打造出潮工艺的面向 让传统工艺也有新潮的一面与众人分享 结合了传统工艺师的1.0 2.0手作机械座 再加上数位制造跟AI的生成等等这些部分 我们都把它放在今年的这个工作营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年的工作营可以看到 过去的工艺70的这些1.0 2.0的这些 传统艺师们的精湛的手艺 但是再加上新的科技的可能性 从大专院校的一些老师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仁 然后再结合一些AI的共同的课程 我们希望未来迎向的这个新工艺呢 是能够结合传统走向创新 将工艺创作生活化 学员将漆艺 习艺 木工艺 以及陶艺 运用在生活日常当中 并且融入了科技感 让工艺美学展现在生活当中 记者张东仁 草屯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